发烧话题来看到 慈悸采购BNT疫苗 有没有被党争议不断 现在又烧出了案外案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在脸书开炮 批评慈悸造假编故事 大酸这个慈善团体早就吃了中国大量甜头 还质疑都什么时代了 竟然称呼正言法师为上人 这番言论引发一名自称是 慈悸支持者的男子不满 闯进周玉寇的传媒公司理论 更殴打咬伤了一名员工 事发之后 周玉寇再怒呛 批评慈悸 办公室就被施暴者闯入 实在太恐怖了 穿着羽衣的男子 闯进周玉寇大安区的办公室施暴 被远警连拉带拖抓下楼 用手了 手了 你进不了 严见自己要被带回警局 竟然躺在地上说身体不适 但他身上根本没伤 该送医的是办公室里 被他无辜打伤的员工 这件当政府前的特异 去污蔑 慈悸这种兼疫苗的慈善机构 真的很可恶 就连被移送都还对周玉寇相当不满 12号下午一点多 这名43岁的田姓男子 自称是慈悸支持者 闯进公司扬言要和周玉寇理论 找不到人竟然殴打 咬伤在场员工 这么激动 就是因为慈悸采购BNT爆发党疫苗争议 不满周玉寇在脸书接连炮轰 慈悸人编造假故事攻击阿忠 令人愤怒但不意外 证明这个慈善团体 早就吃了中国大量甜头 还打算他们小圈圈自甘当下人 称正言法师为上人 我们为什么要被牵着鼻子 一起称呼上人 都什么时代了 慈悸如果如声明所说 清清白白就应该开除执行长 周玉寇也在透过脸书回呛 媒体人批评慈悸 办公室就被施暴折闯入 这也太恐怖了吧 呼叫阵眼法师 整起党疫苗风波都还没结束 现在又意外延伸出新战场 接下来明镜台北财宝报道